і 今天就開始跟大家介紹一下那個MDP 那MDP這個張節就是說 有些同學可能 就算覺得比較重要 不過他們也不拿來 那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黑刻機 那我們今天這個 主要我們把它分成三個 三個部分 第一個我們就大概介紹一下 就用懶人包的方式 介紹一下 比如說 有些人要先走了 或是說比較記得了解一下 那可以先大概大致了解一下 那再來我們來去看那個課程內容 那不過我這個課程內容 可能會比較 比較大量使用到那個 NPCSIP 當然課程內容 那但是因為他用的書 好像也是我們用一樣的書 所以說其實大吳小吟 那再來第三個部分 我們來做一些鮮瞄 可能就我們介紹一下 之前一開始的時候 Jensen你說就是 可能這個MDP好像跟這個 控制理論也有一點關係 然後我們大概很簡單的提一下 然後還有就是說 之前我們在FB上面 有人聊到那個 Trading 就是玩股票 那剛好看到 也就是這些素材 我就播放給大家看一下 也不是全部就是很少一些 然後再來我們也介紹一下 這個UBI的東西 藍燈包裡面我們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馬可夫 馬可夫之戀 那還有就是 這個 關於這個矩陣這個 轉換 矩陣轉換就是Dynamic 這個 主要就是 怎麼樣去表現出這個Dynamic 對他的影響 那怎麼樣應用到這個IL上面 那這個 這個人就是馬可夫 那 如果他生平的話 我是沒有很仔細研究 那但是就是說 這個圖案也是一個比較有名的 這個 Transation的Graph 那在這裡呢 我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就是說 例如說 例如說現在是 我們是一個保險公司的話 那 HIGH這邊就是代表高值費 就是高保險費 高保費 那LOW這邊代表低保費 那你如果說你這個 你去 開車要有這個什麼 什麼保險 汽車保險 那你可能 你 今年是 高值費的人 你 今年以內 如果收到罰單的話 那 保險公司 會在明年的時候 還是會把你放在高值費 但是你今年以內 都沒有收到罰單 那 下 下一期的 他就可能會幫你 呃 這個 打折到這個地質費 那所以說這個圖 整個看起來就是 在高 高資 高保 保費的這個人 他有60% 他下一期還會是 這個高保費 那 4%他就 會降到低保費 那低保費的人 他 有15% 他今年之內 可能會收到罰單 那 明年的時候 他就會被 提到高 高保費的人 這個State 那 85%的人 可以留在原地 那這個會造成怎麼樣呢 就是說 有一個人呢 他走到 這個保險公司 他 他走進來以後 那他是不是講實話 其實真的無所謂 他有10%的人 0給1的人 他會說去年 這一段時間 有收到一個發單 呃 那他就會被 定義的高保費 那 有90%的人說 他沒有收到過發單 他可能是定義的高保費 那不過這無所謂 不過接下來發展 就比較重要 就是說 高保費的人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說過就是 就是60%的人 會被 呃 60%的人 他還是會保持在高保費 就是說 60%的人 他開車就是那種樣子 所以說 他還是會收到發單 他就會 呃 留在高保費 那40%的人 會 對 對 那 李寶貝的人 15%的人 會提升到高保費 那85%的人 會提升到這個 那 我們還是維持在低保費 那這樣 經過這樣計算的結果 我們就得到下一年度 他的這個 呃 高保費 或低保費的紀錄 那當然就是 你那個 前面那個數字 不論他是多少 你乘以這個紀律 那這紀律算出來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呃 原來是高的 還維持在高 還是0.06 然後原來是低的 還維持在高 是0.13 那加載0.119 那這個 最終結果是低了 第一年的時候 最終結果是低了 那就是 呃 0.8年 所以說這四個數字 其實加起來是等於低的 就是 反應機率的總法加載0.1 那照這樣子的算法 你去 繼續到第二年 這邊 整個數字 是這樣子 這個加起來也會很低 有興趣的話也算一樣 那你 可能問我說這個 有一個問題 剛剛沒有講 這 呃 高資費的人 高保費的人 他 呃 變成0.6 然後 就是說第二年的時候 維持在0.6 然後 他變成0. 變成低資費 會是0.4 那低的人呢 變成高 這剩下哪 怎麼來呢 這些就是他們保險公司 就是經過可能幾十年的這個 大數據的運算 他是整個一個趨勢 就是人類行為大概就是這樣 當然這個 我不是說人類行為是這個形成 不過就是說 這只是範例 他是這樣子來的 那這樣子的結果呢 我們現在看 最左上方是第一年的這個 第一年的這個幾率的算法 那當然進來他是1.1 0.9 那中間這個 呃 這個矩陣2.2 這個是一個 呃 我們所謂的 transation 的 transation 的next week 就是 幾率的矩陣 那 成了以後咧 就像 我們剛剛算的 就是說 高的保費會是0.19 然後低保費 0.8 那 呃 這個 在 到了第二年的時候呢 我們再把這個數字 再去乘以這個 呃 這個 機率矩陣 那 其實 這個式子呢 這 由於這個 這個hackery 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你把它分解開 就是 他是長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我們發現就是說 欸 其實他 他的算法是 呃 就是反正這個初始的一個 一個機率 去乘以這個 機率矩陣的 那個起訴的 那個吃法 那不管你第一期期就是 一直把這個吃法 第二期就是另外兩次 第三期就是三次方 那 那其實他整個 整個算法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樣子來怎麼樣呢 你如果隨便寫一個牌訓去跑的話 你發現到了 第11期的時候 第10期 第11期 11期的時候開始已經 已經熟練 就是說 不管多少 到100期 他都是這個數字 他已經不變了 那 由於是這樣的情況欸 所以 第100期跟第101期 其實 得到的這個結果 都還是這個 或者說99期到100期 得到結果都公佈都是這個 那我們就可以把 換 導成這個公式 就是說 V 它的 它在無限大的時候 其實它 可以P還是跟V 無限大 我們把它簡化成這樣 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數字 這個SY SY其實 不管它是多少 它乘以這個 轉換的矩陣的時候 幾率轉換的矩陣的時候 它還是會變成SY OK 那有了這樣子的式子 把SY 帶進來 那成為一個這個 年齡方程式 你就可以 得到這個 最初這個SY OK 基本上 這個算法是非常簡單 那 Marcoff的這個 馬可胡子聯 大概就是這樣算的 其實這樣算出來 SY的代表意思是什麼 其實SY就是 就是 無論是多少 最初收斂的 這個 這個無論是多少 它一開始是多少 它最後收斂的時候 它都會是 這個數字 也就是 在 就是它會有一個收斂 不然它一開始 初始是多少 它會收斂在那個數字上 那 在這裡呢 我們剛剛一直把這個東西 綠色的東西 其實是 在我們這裡面 算是比較重要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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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矩陣 就是 所謂的 矩率 矩率矩陣 那 矩率矩陣 很無犯 很無可 你在這裡面 整個二人有犯錯了 大家都 懂 懂得一下 這是 Transation Man 也是說從這個狀態 從現在這個狀態 還要變成下一個狀態 下一個狀態 也就是另外一個狀態 它的這個幾率的 矩陣有多少 那 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 列出來就是說 從高的狀態 它維持在 現在 害的狀態 有一次害的狀態是0.0 我們起來在這裡 那害的狀態 變成漏的狀態 是起來在這裡 那漏的狀態 變成 害的狀態是0.1 漏的狀態變成 漏的狀態是0.1 好 所以用這樣的矩陣 我們就可以表現出說 這個 無論你說它是環境 或是大趨勢 它會怎樣影響 我們這個 不管是機器人 或是說被爆人 或是說 我們的這個目標 它會有一個這個Message 一直在影響它 那這個Message 它 這個 這個 這樣的幾率矩陣 它到最後 它會成為一個 這個 成為一個定子 像剛剛講的 它 還是會導到它走到這個方向 所以說我們這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 Dynamics 看成是一個環境 所造成的一個動力 打斷你請問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常常看到 不過有一個問題 我一直沒有深究 就是說 馬爾克夫鏈一直說 它是跟前因的狀態無關 叫羅馬爾克夫鏈 對不對 跟以前的都不關 跟以前的都不關 跟現在有關 所以就是說 以這樣的定義 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無關 所以 transition matrix 就一直維持固定 如果 transition matrix 是 時間的函數的話 是不是就不叫馬爾克夫不亮 transition matrix 是環境給的 並不是我們去定義的 就是環境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 你現在是每年都一樣 對不對 假設你的時間不會影響環境就對了 那 我們講到機器人 機器人 他動作大概也是 比較簡化來看 就是他會 有一個機器人 但是其實機器人 不是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 我們討論的機器人 他的腦 就是RL的部分 是機器人的腦 不包括他那個什麼 什麼 馬達 他的手背 等等這些 那他會 當然他會有感測器 感測器也是 也不是 不是腦 我們只 我們只在意這感測的結果 它是因為數據 那他會有感測器 傳感器 然後 會有這個 數據讀進來 然後他 經過他 我們在RL 算法去 決定做一個行為 那這行為他會改變這個環境 所謂改變環境是我們主觀的改變 就是說 機器人走過以後 這個 地球破了一個洞 就是說 可能他的位置啊 角度這些 都已經 不一樣 跟原來是不一樣 所以說 我們說他是改變這個環境的狀態 而State 是不一樣的 他所在的State 也不會是不一樣的 就這樣 就這樣是 我決定去 我決定去這個 開車闖門 然後我就 得到一個State 就是說 明年會是 需要付高 高分保費 這樣 所以 RL 這樣都大概是 這樣標準的一個家伙 就是說 有一個Agent 所謂Agent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不是這個機器人整體 Agent 是機器人哪 就是 就是 那 他能收到這個環境的State 環境的State 是從觀察的來 就是說 我們去感 可能是感知器 或者其他的這個 觀察的來 那他 經過計算 他做了一個Action 那Action 對於環境做了改變 也就是說 他的State 會改變 他變成下一個State 那下一個State 可能是高 也可能是低 或者說 不一定 就看下一個State 那他變下一個State 的時候 他同時得到了一個R R加E R加E就是Revoir OK 那所以說 我們之前 前幾節課有在討論的 如果為什麼Revoir是R加E 那等一下我們接下來的這個 後面課程我們可以看得到 如果為什麼它是R加E 那他這個Revoir是 他從這個 他等於說從這個State 他要出發到下一個State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才去計算這個 這個R加E 所以說我們把它計算R加E 那但是這個R 是定義在現在這個State 那不是下一個State 我們多半叫做S' 就是State的Clump R加E並不是有State 下一個State定義在這個State上面 那State State其實是 老實講位置比較難 那我們在這個章節雖然已經沒有 沒有去研究它 不過State它是 多半就是 就是觀測而來的 那它必須要提供這個 足夠描述現在這個狀態的特質 雖然是你也許 所以你的這個機器人或你的自駕車什麼上面 不會把所有的這個 呃 所有的數據都給撈到 或是你可能自駕車沒有加裝一百個CAM 不過就是你必須要有足夠的這個 呃 足夠的數據來提供你來做幾項 那剛剛講的那個 馬可福的這個特性 就是說 未來會發生什麼的幾率 所以我在這個State 我在這個State S上面 我 之後我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幾率 那至於我現在這個State有關 就是說我以前走過State減1 State減1 State減1 那些走過了都跟現在 接下來我會發生什麼事 沒關係 那如果說是這樣子的特性 我們就可以叫做這個是一個Markov 就是說 呃 這樣子符合Markov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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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Markov的特性 這個是跟我們一起百科 這樣錄製的 就是說 給一個隨機的過程 在 給你現在狀態 以及過去 呃 所有過去狀態的情況下 未來的狀態 這 這句話就是廢文了 這個 只是提出來一下 那 未來的狀態 分 機率分佈 境遇 依賴當前的狀態 所以上一步 沒有辦法影響你現在 接下來這個發生的這個機率 那 換句話說就是說 給你現在狀況 他以過去的這個 就是歷史的路徑 條件條件是獨立的 那這個就叫做 有Markov的性質 我們就叫他 這個是一個Markov 那 那 剛剛 就是這個事件有 朋友說就是說 Markov可能在RL 也蠻重要的 原因就是說 呃 他們認為就是 絕大部分的RL 問題都是Markov的問題 就算不是 你也可以把 也可以去把它變成 你可能可以把問題切成幾端 然後把它移了變成Markov 那去定義 定義的Markov 那所以說 會大量用到 那 呃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Markov 這個Markov的 這個Markov之鏈是 呃 反正這件事情發明到 幾年 可能上百年 那 呃 呃 我們在這個 這個RL上面 我們是用MDP 也就是所謂的 Decision Process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裡面是加了 Reward 跟Action 那 之後我們會 課程裡面會 談到這個 Belman Equation 那經過Belman Equation 就是波次的反骨算子 計算子 我們可以求到這個 最佳的這個 Action Policy 那你就依照這個Policy 去 去執行一個 北道的目標 那RL就是以 授權最佳的這個 reward 為目標 那我可能 我可能這個 跑一個小程式 讓大家比較容易了解 我這是一個 呃 網路上有個 周末我幫他做的 不是我做的 就是先 感謝他一下 這是一個Agent 紅色這是一個Agent 那這Agent呢 他的目標是要 達到這個黃色 那黑色是陷阱 就是會 reward上面會扣很多分的 那黃色會 比較高的路 那他也是做一個 就是 等於是Try and L 的方法 他一直去 一直去學習 什麼 像現在他 就已經學習到 一個最佳路徑 他就 等於是收斂 他就往這邊走 那一開始的時候 他會到處去 Try 去嘗試 那這樣子的方法 就是說 我們 經由這樣把 德國的方法 達到一個最終目標 所以我補充一個 最近看一個很有趣的 那個影片 電腦輸入比賽 他就跟這個 簡單的例子 是一樣的 他一開始的時候 那電腦輸入比賽 那電腦輸入走迷宮 那個在30年前 紅期就辦好幾個話 到這樣 他基本上就是 一開始就是 騙力整個迷宮 然後等他騙力完之後 他大概就 大概一兩秒之內 就直接從起點 直接到達終點 就像現在的結果 一次就到位 那就是基本上 同樣的問題 然後更複雜的 解決發展 好 這就是我們懶人報部分 我們就解說 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課程 內容 主賽的部分 那主要我們就是 一步一步來 就是從 剛剛的Marco 我們先加一個禮國 然後我們這個 看一下 Bellman Inclusion 然後Discount 然後這個 Marco的NDP 再來就是 求他的這個 最佳化的這個 Policy 這個是 就是 David Silver的課程 那就是 以這個 以這個同為 主要的解釋 這個內容 那 他 這個大致上是這樣 我先解釋一下 這是一個學生的上課的行為 然後把它畫成一個包包 那一般的學生 他會 例如說他有三堂課 那他第一堂課 他有百分之 五十的機會 他就會開始玩這個 Facebook 那他玩了Facebook以後 他有九成的機會再繼續玩 再繼續玩 只有一成的機會會 到這個課堂上 那 另外 他有五成 百分之 五十的機會到 第二堂課 第二堂課 他就有百分之二十的機會 他就會開始睡覺 OK 那只有百分之八十的機會 到第三堂課 到第三堂課之後 他有百分之四十的機會 他會去PUB 然後到了PUB以後 到PUB以後 就有可能發生很多 沒有辦法公司的事情 就是他有百分之二十的機會 他會到 也許跟著某個同學到第二 回到第一堂課 或是說他被騙了到第二堂課 這每個機率分布是這樣 但是他有另外0.6的機會 他會通過考試 然後這個 通過考試當然是百分之百 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幹 就是我們就去睡覺 那這個睡覺其實 他會把他當作重點 那這一般學生的行為 就是這樣 那我們剛剛有畫出那個 這個機率舉生 那機率舉生在這個圖上面 他的畫法就是這樣 就是說 這邊是from 左邊這邊是from 那右邊這邊是 上面這邊是這個to 就是說 比如說從第一課課 class1到class2是0.5 class1去這個Facebook是0.5 我們就把它寫成這樣 比如說 每一種這個state 他到另外一個state 他的這個所謂的區域分布就是0 那你說這個空白的地方其實就是0 就是說你class1 不可以調到3 或是說不可以調到他 所以說這個分布的區域就是0 那其他的就是把他想要 那這是一個這個 他的這個 所謂學生的dynamic 就可能學生 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他們行為的 或者掌握這樣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剛才的那個 整個一個馬可夫之戀 就是market chain 我們把它加上一個這個reward的一個人數 那這個reward在我們這裡面也是很重要 reward是我們要定義的 那並不是環境 並不是環境給的 環境給的叫做dynamic 那 我們這個reward 當然RL的這個最大目標就是要把 所有我們能夠收集到的reward去把它最大化 我們去找個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去最大化reward的期望是0 那 reward在這課本上面他有提到 就是說你不要 你去定義這個reward的時候 不要以這個 小的那種 戰術活動的勝利 而感到滿足 你必須要去定義這個大的這個戰略策略 也就是說 例如說我在下一盤棋的時候 我應該定這個贏的 贏這盤棋的這個reward是最高的 而不是說吃掉這個某個 某一個棋子 我給他一些路 然後這個流程太高 以免就是說 他會為了 貪圖一堆眼睛的小女 一直去吃這個棋子 沒有去想到整個 整個局勢這個得到最終是勝利的這個目標 然後 就會 就會 就會錯誤的引導 那 所以說 這一點提到 就是說 不要嘗試去 去 引導這個機器人 或是你的agent 去做什麼事情 可是你要告訴他 我是要做什麼 我的目的是 譬如我要贏的是這盤棋 我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讓這個機器人自己去嘗試錯誤 這是一個reward設定的這個比較重要 然後有一些經驗值 我們並不是會放在路上 我們不能說 這個reward 就是說 經過了 經過一段時間 我們去調整他 就是reward的這個 讓他把經驗值加在路上 去把它放大或收下 應該是要放在這個環境的這個 verifunction裡面 那這是reward的設定的一個 的一個 提示 那reward呢 所有的reward在各個步驟 他整個加起來 我們把它 我們叫return 就是說把它定位提 GT GT GT就是GO 就是目標 那這GT 這個 當然就是各部 這個很簡單 就 你們看 各個步驟 得到了這個reward的總和 那這都是期望值 那 由於這個reward在各個步驟的這個行使 進行的過程中 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 這個步驟是要 比我們很多步才會達到 所以我們一般會用一個這個GAMMA 去做它的選選值 那這個GAMMA呢 都是0到1之間 那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數列呢 我們把這個GAMMA 從R的T加1之後的這個數列 我們把GAMMA提出來 我們發現 這個 這個 後面這個數列跟前面那數列 基本一樣 是差了一波而已 所以 我重寫一次這個 這個 這個數列 可以看到就是說 呃 GTA 就是等於這 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 啊 就是立即的 這個我們叫 immediate immediate reward 就是立即的 也就是現在這個步驟的 這個report 加上GAMMA乘予 下一個步驟以後 所有的這個 7 7這個值 對 所有的履乘的意思 那經過這個式子呢 其實我們 呃 把它寫成這個 這個form來看 你把這個 呃 左泡右泡這個很簡單的計算 可以 可以得到這個 1-1 呃 等於這個數列 呃 那這個 其實 呃 在這裡的前提是我們講 這是R 這樣比較好計算 就是純粹為了好計算 如果不是物列也可以 也是一樣 你就 R就不要這樣表現了 就把它全部寫出來 那 呃 呃 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 呈現方法 其實我們 可以發現它就是 非常像那個 那個 財務上的那個 我們在算那個 寫的限制的這種算法 是不是說 利息的限制的算法 不好意思 那個是 那個最多的那個 那個其實應該就是 只有一個R而已 一個大 就是最多的一個 你說比較整的 對 其實應該那個是用大 R替代一下 因為R是fix 所以妹妹因為R都一樣 所以然後用 那個γ的那個指數這樣加起來 就是 就是summation剛好是 1-γ分之1這樣子 沒有 它是 它這個是 呃 這個是 T T加K加E的素顏 對對 但是它這個 假設它這個式子 是說你假設R 是不是就每一個 每一個T加K 就是每一次的R都一樣的時候 所以你把R 提出來 所以summation 沒有沒有 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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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項到下面一項是 γK提出來 那是等比幾數 變成1-γ分之1 對 你要summation 你要Gamma要能夠整個 是因為你R R的在每一個時間都一樣的時候 大R的時間都一樣 沒有啊 大R 有了 不然你不能提的 對 如果 如果是 R是 不變動的話 對 公司是1-R分之A1 那現在的A1就是 可能是不能這樣子寫 寫的方法不能這樣子寫 對 R一樣 對 這裡我們是確認是 假設R是一樣 R是固定 R是固定 所以你後面那個式子 不會是那樣子 就是後面那個 不會是summ 因為summation 你就變成是 你就發散掉了 你就會變成是 就是無限到 假設你R是 或是R附近的話 你開始提到最前面去 對對對 對 那他就沒有什麼上面去 對對對 這裡 這一個假設是假設這個R 是完全的標準 對 那 依照剛剛那個 那個 前面的算法 就是說 這一個 這一個學生的行為 這個 Markov 我們 假設剛好是 二分之一的話 他各種路徑 每一個路徑 他的這個算法 也是這樣 就是 反正就立 立即的 看第一個好了 就是從 開始萬到 到睡覺好了 他 他有一個 立即的微波 然後 再加 下一個立即的微波 然後乘以這個 Gamma 然後再下一個乘以 Gamma 比方 就這樣講話 就是他的這個B1 就是這一條路徑的B1 這也都很簡單 很容易了解 那就是 我們 剛剛提到這Gamma 就是 他為什麼要有Gamma 為什麼要有一個Discount 那除了就是 數學上比較方便計算 那 這個是 David Seale說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方便計算 應該就是說 你可能 對我們來講 就是說 依照這個時間 或是Time step 這個步驟去 他有一個固定的衰減值 對我們來講 是非常容易理解 就不會 這個Gamma 並不會是浮動 就是 某一個時期會浮動比較厲害 那這樣也許是 比較容易計算 那就是說 另外一點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這個Gamma 的話 可能不容易收斂 還可能會 我有剛剛講 有可能會發散出 另外還會 他會表現出一種 對未來的確定性 所以說我們會 運用那個財務的模型 其實剛剛那個模型 是非常像財務的模型 可以表現他的限制 就是說 未來的這個路 他現在代表了這個限制是多少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其實 生物有一種傾向 就是 會先取得 就是先路帶回安排 就是先把以前的這個路 取得 然後其他我們也是在模仿生物 然後我們就這樣做 那如果 如果你那個Marco是 沒有機會造成這個維權 就是說沒有機會 他會一直循環發散化 你也可以把這個Gamma設定 那 有剛剛的試子可以看啊 就是說 反正 這Gamma 越去近0 就是說 有一點像這個 這個 歷史吧 歷史越低 你越不想存錢 你會越近 短視近 越以近的這個旅渡 取得近的旅渡為主 那當然Gamma越大的時候 你會就比較有的事 你就比較為我忽略現在的這個 現在的危機 那Bellman Equation的推導 其實 也很簡單 就是 我們主要就是 我們需要去算一個Value Function 那這個Value Function 就是說從某一個State S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State 就是S 我站在這個S上面 我去算 未來所有的有可能的這個 reward 我能收集到多少 他的一個期望值 那可以看 就 未來的所有的這個reward 有可能是多少 就 基本上就是 但這些我們剛剛 跟剛剛是一樣 有可能就是現在這個 立即的immediate的reward 加上 下一步 就是 下一步我們都按之為State S Prom S Prom 開始的這個所有 所有的reward 就是S Prom 的 所有的這個 reward 總值 期望總值 最高 那 當然 下一步 S Prom 或是St加1 都可以 他的這個期望 如果的 期望值總值 也可以顯得 就是 下一步的Value Value St加1 也就是這個的效果 那最高 那這個是怎麼來的 我們先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State S上面 那這個State S 他有可能發生兩件事情 不是兩件事情 錯錯 他有可能發生各種 很多件事情 在這裡我們畫了兩種 兩種情況 就是說 他有可能到 下一步叫做 S Prom 那S Prom 在這裡有兩種 就是 他有可能有個好幾種 那好幾種的機率呢 是 這個P SS 這種計法是 是上一版本的 但是這一個版本 他計法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對不對 只是這個計法不一樣 寫法不一樣 這個Probability P Probability S到S Prom 從S到S Prom Probability 也是我們剛剛講的Dynamic 也就是Genation Measure 那他 有到 例如說到左邊 有五十趴 六十趴好了 到右邊有十五趴 那我們就必須要 把這個左邊的這個 S Prom S Prom的VS Prom 把這個VS Prom 跟這個VS Prom 各以乘以0.6、0.4加起來 就才會得以這個V VS 才會得以這個Stake的V 所以說我們是 依照這個比例 總的把它 相加 那這個動作叫 Backup 不是那個電腦在背 蠻難的Backup 我們就是 從下一個步驟的 的字 然後一比0 總合起來 Backup到上一個步驟 上一個步驟的這個 Stake的VS 那 回到這個學生的行為這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步 第三節課的這個情況 他有40%他會去POP 他有60%他會去通過考試 通過考試我們給他 給他一個reward是10分 那由於通過考試 百分之百的味道 所以說這邊的VS已經算好 就是10 他沒有別的可能性 所以這邊是10 那這邊10的話 我們把這個VS 把它擠在那裡一些10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到了 class3的時候 他immediate report是-2 OK 那我們先 我們的VS呢 這一步的VS就是 就是我們先把1.0.0.0收起來 來付二 加上 百分之60 他下一步是10 然後就把0.0.60就收 有40%他會到這個POP POP的這個 VS呢 是0.8 那就是把三個 整個總合起來 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的VS 那由於我們都會用 可能都會用 用用寫一些 寸詞去算 所以 你就會 需要用到矩陣的形式 那剛剛也是 比較重要就是說 這個 Dynamic 就是說他矩陣的這個 矩陣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呃 機率的 transaction matrix 長得是這樣子 那 基本上這個 跟剛才的 Delman equation 都是一樣 它是一個矩陣的形式 那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我在這整堂課裡面 不會 不會用手寫的去印算 跟這個範例 所以說 跟大 麻煩一下 因為他有他的計算 複雜度嘛 就大概就是 OF 等於三次 三次 可能大約就是 類似要跑三次的回旋 所以不想倒在一起這樣子的 的 的時間嘛 所以 呃 在計算部分 我們都交給後面的同學吧 就 後面的章題 會去介紹 那 剛剛那個 叫做MRP 就是Marco Reward Process 我們在這裡面 再加一個action上去 加一個action就是 我們就叫做Marco Decision Process 那我剛剛說 呃 剛剛的計法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還是比較習慣這個計法 就是說 probability 然後說S到S1 它的機率是多少 那 在這個新的書裡面 它的計法是像這種樣子 這種樣子 就看起來比較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大家能看得懂就好 就是說 都是一樣的 呃 機率的矩陣 probability 就是 就是長得怎麼樣 那 呃 這個是 這個是reward 那 舊的計法是怎樣 這個最後一個式子 它這樣表達的用意是什麼 沒有 其實就是 呃 蠻多時機局 因為這兩個一定是會 互相 公司算出來了 之前 欸 今天沒代數 它是照那個公司算出來 我知道可以推到這樣 我是說它有不同的表達方法 但是它這個表達方法是 其實它是 它是說 書上是說它 之前的表達方法 它缺乏來 把A秀出來 對 它是這個方法 它可以把A秀出來 那你 呃 你再把A秀出來的情況下 你可能會 不同的A可能會有不同的這個 這個reward 但是其實在這裡是 沒有差 在這裡真的是 就是等於 就是等於 你兩個一起去等 那是算出來的 那 那 我有推倒在 我印的書上 呃 今天我教我把它貼在 那個B好了 那那個是 我現在有點忘了 它中間有一個公式 然後削減最後才產生這樣 最後那樣的公式 嗯 那是倒出來的 嗯 這樣可以 就 其實你用白話一點 就是它reward 然後 然後 它 得到這個reward 有0.3的機會 然後 又除以0.3 就是原來這個reward 這個 好像是構思一群 不過它是有導 會導出這樣 OK 那我們看一下policy policy 其實是最終結果 是蠻重要的 那 policy 它是一個 各種行為的 分布的機率 也就是說 呃 在這個 S這個狀態下 它有好幾種A啦 那它這個A 比如說 一個路上的機器人 它會 向前向左 向右向後 這樣 那它的 它的 各種 向前 可能有30% 向右 50% 向後 什麼20% 這樣子 呃 它所有的機率 它的一個 分布的狀況 就是一拍 那拍它完全被定義這個Agent的行為 就是說 你這個陸地的機器人 它就有這四個方向可以走 它也不會往上飛 嗯 往上飛的那個Agent 它會等於 機率會等於 所以說它可以定義這個Agent的動作 嗯 然後呢Agent 呃 這個Policy它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不管 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事情 它與 只與現在跟狀況 狀態有關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狀態裡面 我們定義它 你在這個State 你可以像 你可以 我往前走 往左 右 後 呃 跟你前幾步做了什麼事情 完全無關 你不會說你前幾步去上座廁所 在這邊不能 不能往後走 它只與這個 現在這個State有關 OK 這個也是這樣 就是說 呃 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State上面呢 你去選擇 你在這個State上面去選擇哪一個 哪一個Action 呃 它跟你已經得到了多少的 reward 是沒有關的 呃 就是 不管你之前已經 已經難過了多少 你再下來 還是要以這個 最佳的這個Policy去選 OK 那 我們看一下Variive Function Variive Function 有 有兩個形態 有兩個 對不對 兩個這個 形態表示 就是一個是State State Variive Function 呃 也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說的 Variive Function 那 另外一個是Action 的Variive Function 也就是Q 那Q 呃 後面章節我們也會 學到比較多的Q&A 之類的 那這些都是 呃 依據 這樣子的Policy 我們可以 我們期望 從此之後得到 這個 多少的這個 呃 多少的reward 這個值 所以它顯得這樣 在這個State下面 我們期望的 這個 就是 就是 Pi 期望的這個 G的return 總共是多少 它Q也是一樣的 只是說 Q 它的狀態是 呃 在這個State上面 我們選擇了A的動作 那 我們期望 之後 從這之後 所有的這個return 我們得到多少 所以在這兩個 State Valum Function 跟這個Action Valum Function 的Valum Equation 就是長得 這個樣子 那這個 我們剛剛也看過 就是說這個 immediate 就是現在這個State 會給我們的reward 先收起來 然後乘以一個Gamma Gamma 甩檢量 去乘以 下一步 呃 S加1這個狀態 就是S Plum的狀態 所有的這個 它的Pi 那 Action Action Value 也是就是說 把 現在這個 mediate reward 乘以一樣算檢量 然後 下一個 下一個State State Plum 跟下一個這個 你在State Plum上面 會做的那個動作 就是Action Plum 它的Q式 那我們看這個圖比較好 一解 呃 在這裡咧 我們這個 要去求這個 V的Pi 也就是說這個 V 它根據Pi Pi V of S 會是多少 那 你就是 它 這個Pi Pi Pi S 呃 Pi在S狀態上面 有A 有A的這個機率 這裡有兩個 這裡也可能是0.6 0.4 你必須要把這兩個Q 的數量 呃 數字 乘以這個機率 然後兩個 Rike Up上去 就是兩個 相加總的上面 就是V的Pi 所以四肢是顯成這樣 那Q的Pi 就是 Q這邊的動作 會比較 呃 需要注意一下 呃 我們在 剛剛那個 S狀態下 就是S 我們選擇了某一個動作 A 那這個動作 例如說我就選右邊好了 我 決定向右走 但是咧 這個Dynamic 也就是說 這個環境 它有可能 有可能風太大啦 有可能水流流流量 就太強了 它可能帶我們到另外一個 到某一個 State 下一個State 是哪個我不知道 受到環境的影響 是哪個我不知道 所以S狀態 我現在還是不知道 那所以說在這裡咧 我們除了 在這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們先把這個 emmediate reward 先刷到環境 以外咧 我們必須 當然這個 這個還是 衰減值還是在 然後我們 必須乘以 用這個 機率的理論 啊 機率的矩陣 就是probability 的S到S狀態 S到S狀態 各有 各有多少 然後去乘以這個底牌 下一個 下一個人 squark 他的 bops 我們才能得到這個 Q牌 那你把這兩個 把這兩個 這個合併一下 它整個動作是這樣 你在這個S 你在這個S狀態上面 呃 你有機會選擇 各種的action 在這裡 秀他有兩種 那你選擇這個 這個各種action以後 呃 呃 他的 他的 他的幾率是一個pire 這個各種action 是一個pire 我 我 我是右撇招 我 左右邊的幾率是80 左邊是20 所以說pire分布是這樣 那 你選擇了以後呢 環境的dynamic 會帶你到 某一個S狀態 那 某一個S狀態 他有一個 環境的這個 呃 就是dynamic 的這個 transition 那個metric 就是S到S狀態 他的幾率 幾率分布 矩陣 那幾率分布矩陣 應該成為這個 下一步 下一步 S狀態的這個 呃 V of S 然後整個加起來 就是 這一步的 就不用 V pi of S 這也是一樣 這是用Q的觀點來看 呃 一樣 就是說 你已經 你已經確定了 你走了這個 A的這個動作 那 先把這個V pi 先收起來 然後咧 呃 呃 有可能呢 環境帶你到 某一個S狀態 那這個幾率 我們兩個 兩邊幾率 必須要把它 呃 乘以幾率去 總和加起來 然後呢 到了S狀態以後 你選擇了一個A A plump的幾率 跟B plump的幾率 跟B plump的幾率 這些幾率呢 這 這是一個Q pi值 再根據這個 這個 排列這個 下一步的 A plump 跟S plump 下一步的一個 動作的幾率去 相承 把它總和起來 所以說 所有東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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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就是 他看的動作 其實就是 一到幾率 向上去更新 這個 更新的 因為 這個 未來都是 interaging 就是會一直重複做的 所以 就 你會不斷的去更新 向前去更新 那就可以得到現在這樣子 舉個例子好了 現在這個 學生的 Dynamic 我們現在是 重新 這個問題 我們重新做 跟剛剛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發現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是一個 黑點 我們在這裡面的黑點 我們就是表現出 他的 你選擇了一個Action 他 等於算是Q的點 就是說 你到了這個點 接下來 你會去哪裡 不是你自己能確定 不是你自己能夠控制 所以說 在這個Class3的地方 我們的算法是 假設 這個Class3 他向上走去 10里的這個 幾率跟向下走去POP的幾率 其實是50% 不是50% 一半一半 那由於向上的這個report已經10 我們 已經把它 10×1這個0.5 是向上走的部分 那向下的部分呢 就是0.5 0.5就是high 就是你在 台南3 你有可能做的 那些Action 其中一個是去POP 去POP的幾率有0.5 0.5 0.5是拍 然後呢 加上這個 這個 你一離開這裡 他會幫他給你一個 影秘率 或1 接下來 這個 到了這個點 會發生的動作 就不是我的控制 就是Dynamic 就是 這個環境 他有可能0.4 帶我回來 第三節課 0.4到第二節課 0.2 到第一節課 那 因為你到了POP 常常都是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自己控制 所以他的結果 分佈 機率分佈是這樣 你必須 依照每一個機率 去乘以這個 下一個 RX的這個 BOMS 那所有東西 將加 加起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7.4這個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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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跟剛剛一模一樣的形式 只是 就是 做一個 呃 舉證 舉證模式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所以我們放在電腦裡面 好多的 需要 那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 之前所看到的 都是 針對這整個大環境的一個 這個 機率分佈 下去 做的 那接下來 我們就是 會做一個 比較主動的 主動的 說法 就是說 呃 我們把這個 vary function 最佳化 那 在這裡的 記號呢 就我們把它記為 STAR 那STAR的方法 STAR的意思就是說 呃 我們在這個 VPiOS裡面 我們去找到一個 最好的這個 這個 找到一個 Pi 讓這個 這個 呃 VoS是 最大的 最佳的 一樣 這個 Action Barriers 就是說 在 QPi XA 這個 這個裡面 找一個 找一個Pi讓它是最大的 那怎麼找 呃 先看一下這個 這很簡單 很簡單 這個找一個 來示範一下 就 呃 呃 就這個好 這個 這個 嗯 class 1呢 它 immediate reward 到class 2 immediate reward 是負二 那 這個class 2 的VOP 48 那這個 唯一我這邊能夠 熟解的就是說 這邊 immediate reward 加 加8等於負六 這我算出來 然後 這immediate reward 加這個 下一步是六 然後這是變成 負一加六是多少 負五 就是五 然後這裡是 六 是六 所以我們一比了 我們就 因為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 要跟環境對大 我們現在是主動選 五跟六的 比較大的那個字 所以我們把六 停當 OK 那這是Q的 用Q的這個角度來算 那我們就算這個好了 這個 因為這個 我有算過 因為這個是 那個David Silver寫錯了 所以我把它算一下 這個class 3 他往上 他往上走的這個Q值 會是 是10嗎 還是他這邊沒有 沒有什麼任何的 其他可能性 是百分之百分到0 所以他往上走是10 那往下呢 往下這邊就經常 因為你到 POP人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所以說他 到POP人 他的這個 imitive reward 是1 那 呃 有0.2的機會 會到第一 第一堂課 所以說 第一堂課 他是6 那第二堂課是8 那第三堂課 就是原來這就是 所以你要移到這個 機率的分數 把所有東西 把他加起來 那就等於9點值 所以這邊的 這邊值就是等於9點值 8點值是錯的 OK 那不管他8點值9點值 這兩個 一比較 在這個點 你要去找奧廷毛 必須要往上走 所以說 你卻得了10 先來這裡 所以呢 就是最佳的policy 不好意思 他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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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等於14 imitive reward 他take這個H imitive reward 是10 K-POP的imitive reward 對 那就是 所以這個跟你剛剛問的問題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 他是10 或者這樣 或者這樣 這跟他全有關係 但是一般我們 裡面的人如果會是比較 所以說 那邊就有點差 那在這邊就有點差 OK 所以這個V of X V of X V of X 就是Value Function 他其實他定義了一個叫做 偏序 就是說 Partial Modeling 偏序其實我不太為誠實 但是 基本上就是說 比如說 在 所有的 各種 Policy 就是所有策略裡面 一定至少會有一個 或一個以上 的Policy 他會是 是 優於 其他所有的Policy 就是說 至少有一個最佳話 或是一個以上 他會是一個最佳話 那 當然你有了這個最佳話 你就可以達到這個 最佳的這個 這個 這個 Value Function 的V of X 就是 一定會有一個 或者是一個以上 那不一定 一定要是一個 這是一個 Partial Order 一個 這個 Partial Order 你比較像 我們常常畫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就兩個圈圈有那個 Overlap的那個 叫做什麼 然後 集合的那個 交集 對 交集 就比較 它是屬於 交集的那一部分 那 在這裡 這裡就 我們剛剛 其實我們剛剛這裡 這個拍是 是一個機率的分布 然後在這裡 我們就強制把這個拍 我們就 把 把最大的那個 升級到1 其他的就是0 就 你能 你能找到一個A 然後那個A 是讓這個拍 讓他最大 那個拍的機率就是1 其他我們 我們就 我們就不會走 我們就走了一個 會讓這個 最大的那個A 這個機率 所以任何一個MDP 一定會有一個 最佳的PUS 這個也是廢話 但是 一定會有一個 或一個 你知道才是對的 那其實我們 在整個過程 其實我們就是 想要去求到 最佳 用最佳的PUS 我們求到一個 Q QSTAR 就是最佳的這個題目 那他會是怎麼樣做 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這裡 我們是 依照機率去 去選 但是 現在這裡 因為我們要求最大 所以我們就 不按照機率 這個符號 代表選其中一個 那你就去看哪一個A 是大的 那只能選哪一邊 所以說你去用 找一個A 讓Q 是拍什麼 這個從Q來看也是一樣 但是 Q這邊 就 就不能選 這跟之前 最大的不同是 之前全部都是靠機率 那這邊是 除了A 呃 除了這個 manifunction 它可以選擇 某一個A 以外 Q這邊是 還是一樣 是不能選的 因為這個環境給你的影響 所謂的這個 一切都是你 看 看點不油了 所以你到了這個 Action選下去以後 這個環境的Dynamic會帶到哪裡 還是一樣要做到這個機率的 機率矩陣的這個限制 你還是一樣必須要成為機率矩陣的這個 跑路邊境 那當然其他都一樣 還是要把Ammelial Rebore線號回來 那這個也是一樣 唯一差別就是 你在S這個狀態的時候 你可以去選擇一個大 那選擇一個大了以後 這裡還是受到環境的這個 Dynamic的影響 你去乘以一個這個 然後再乘以下一個 State 這個VS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 VSTART 那從Q來看呢 一樣 那其實在這個圖裡面 你們都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R 你到了一個State的時候 你到了一個State的時候 我們的R 雖然常常寫在這裡面 寫的一個數字 但其實都不是在那個時候 你不是進去那個State的時候 就拿到 你是 在 要離開那個State的時候 才 從這圖來看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常常記載R家裡 這個原因是這樣 那你在這邊也是先把R拿起來以後 然後到了下一個State 他 有可能有 這一些actionation 他去選擇了 有了這個符號 所以你去選一個大的 那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 再去更新那個字 這個 這個例子就是我剛剛舉的例子 就是 我們在 在這個Class1的時候 他 immediate reward 如果2先收到口袋 然後 加上下一個值 這個 這個值就代表下一個以後的 然後 兩個相加 是一個值 然後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 就是 immediate reward 加一個 以後的值 就是他以後的值 兩個相加大的 大的就是六 這邊是五 所以選大的 那所有的值 你可以把它列出來 那Q的方法也是一樣 在這裡我們 全部都 Gamma 都先再次把它設為一 這其實我們剛剛也算過來 那 你把這些 這些紙全部 算出來以後 你看到那 紅色的這個 這個 這個紙都算出來以後 你就 很容易可以比出大小 你比出大小的原因就是 是為什麼呢 你就可以去 平良這個 來一條路才是最好的 那這紅色的建筑 就是比過大小以後的路 那最佳的路徑 就是怎麼會這樣 因為 你到這個點 你不可能去走小的 你到這裡 這裡8跟0 你不可能去走小的 這個也是一樣的 這是5 這是6 所以說你都會往紅色的這條路走 那 這樣子走了以後 其實已經完成 就是說你已經找到最佳的路徑 就是 其實RL就是 得到一個最佳的 policy 也就是得到幾 所以 基本上 我們的 Markov的 整個 整個算法就是這樣子 那 接下來我 我就會用一個例子 我們剛剛這樣子已經把整個算法已經做完了 已經得到寫了 其實我們的解不是數字 我們解 我們的解釋這個箭頭 可是我們知道 用這個方向做 那 這個是 課本裡面的例子 那 他也是 呃 他是一個撿罐子 就是 有點像掃皮疙瘩的人 不過他就是說 他有兩種動作 一個是 在那邊 找罐子 自己可能有一個 擠擠手 放到他 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他在那邊等 然後有人去留罐子 你 他 疼 我們 他是 他 他 他